站在投手球上猛力一投 各自站定自己的位置 練習防守棒球中華隊 21號上午在天母棒球場 展開為期三天的集訓 備戰接下來的杭州亞運 我是有這樣認為 但是現在目前為止還不了解 因為他們有的都剛來報到而已 所以還是要這段時間 趕快去整合了解他們 被稱為是近三屆亞運以來 最強的一屆 我覺得很大不一樣 可能你U18的時候 大概在聊一些幼稚的事情 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自己的技術層面這樣子 就比較成熟 其實台灣棒球項目 在1990年的北京亞運 也奪下金牌 只是當年是示範賽 並沒有納入紀錄 所以上一次亞運奪金 已經是2006年的杜哈亞運 今年的陣容也被看好 能拿下冠軍 當然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奪牌 那能夠多到買一個牌 就看臨場表現 我們覺得我們這個真的蠻強的 陣容蠻強的 就也不敢保證說會打冠軍 可是我們的目標就是冠軍 畢竟中華隊一直以來的最大勁敵 就是日本和韓國隊 而杭州亞運棒球項目 10月1號正式賽程開打 分AB組 而中華隊預計在小組賽中 就會先對上韓國隊的 全職業明星陣容 希望能晉級循環賽 成功奪牌 TV變身周英倫仲宣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